在腹骨沟 因為我們在這個腹骨沟 那個地方有一個叫做大隱靜脈的靜脈瓣膜 就像那個心臟瓣膜一樣 所以當這個瓣膜受到一些壓力的時候 退化的時候 靜脈血液就會因為這個逆流的關係 靜脈曲張就會慢慢慢慢會跑出來 所以通常這個靜脈瓣膜在什麼時候會退化呢 第一個就是懷孕 每懷一次孕 Baby在肚子裡面壓迫的時候 這個腿部的血液就比較不容易回到這個身體跟肚子 所以那邊的瓣膜就會受到比較大的壓力 就比較容易退化 所以通常是生越多胎的女性 她的靜脈曲張是越容易出現 臨床上真的是女性的患者多很多 尤其是這個中年或是老年以後 這個女性的患者是比較多 男生的因素通常都是因為這個 個人的體質或是遺傳的關係 有些人是先天的話 那個瓣膜他就是比較脆弱 再加上這個體重比較高 有些男生就是體重比較重 所以說他的這個瓣膜的退化會比較快 所以在這些男生的族群通常都是 有些都是三四十歲的時候很早就出現 夏至的這個靜脈曲張 就是在小腿的部分會出現像蚯蚓一樣這樣 彎彎曲曲的這些突出來的這些血管 那這些的原因很多都是長期站立的一些人員 像我最常遇到的就是像是在菜市場裡面工作 小吃店還有一些這個菜飯 廚師老師 美容美髮的人員 另外還有一些就像是 就是護理師 醫師 還有櫃姐 你知道櫃姐工作的時間相當的長 而且都要站著長期站立之下 這個因為這個地心引力的這個關係 那夏至的血管很容易循環不良 然後就造成這個靜脈曲張 就特別容易發生 這個靜脈曲張 其實他的發展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慢 所以我剛才有說過這個懷孕 他可能在二三十歲的時候他懷孕 但是事實上靜脈曲張出現的時間 都是六七十歲 所以說中間的醞釀的過程 大概就是說起來就二三十年 所以他剛開始的時候是在這個大腿內側 然後因為他逐漸逐漸往下 一直往下到小腿 那當這個小腿的這個像蝦蚓一樣 血管的浮出來的時候 他的疾病就會惡化的非常的快 因為當小腿出現的時候 他的那個逆流的血液 就很容易淤漆在這個腳踝的這個附近 皮膚會出現這種缺氧的情況 所以皮膚就會開始會出現這個皮膚搔癢 失疹 另外就是皮膚會開始纖維化硬化 然後最後面就是會出現這個皮膚潰癢開放性的傷口 當你血管在腳踝那邊真的很明顯的時候 然後整個皮膚就很薄 有時候睡覺就抓癢的時候 出完就會出血 甚至很多情況他們會緊急來開刀 就是因為晚上睡到一半整個床單全部都是血 因為是不自主的燒刷之後 就整個經脈就會爆血出來 所以這些情況都是會讓這個整個變得惡化 趕快尋求這個醫療 但是因為這是真的是一個很慢的疾病 通常都會拖二三十年 所以很多的病人都不自知 這個以為靜脈曲張要跟他和平共存 但是事實上靜脈曲張真的是一個嚴重的疾病 還是要及早治療會比較好 消احC3s 馬上 題目 判危